大家好,我是王狗 這一集我來解析上一集我們去廢協經營院 採集到的一些影像 那首先在我們上一集的最一開始呢 我們不是遇到門自己關閉嗎? 接著就有人身體不舒服 我們馬上就拍了一張照片 你不舒服了 我剛剛就說我們根本不要拍 你家人不會坐好間一會有視頻 他已經進來了 他可不夠鬆 你有聽到嗎? 那最多網友討論的是這三個地方 我們先來看左邊 大家都說最後面的圍牆 前面有一團黑黑的影子 但是這一個東西我把它調紅外線之後 是沒有跟我們人臉一樣的反應 但是的確是真的可以發現 是有一團黑黑的東西沒錯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個東西長得很像一個青蛙人的圖案 然後接著我們看到右邊這裡 大家都說這個百夜窗的右邊 像是有一個人在窺探 在右邊呢這裡有一個側眼的女子 那我把它調了紅外線之後 的確這裡是有一些反應的 但是真的就不知道那什麼東西了 接著我們離開長官室之後 就來到了長廊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這裡 長廊 我這邊採的都是東西 在長廊這一張有兩個人 大家最津津樂道的點 先給你們看左下角的這個 我把它調量以後 很像這個人的手在握著一個小女孩的頭 他那一天手上的確是沒有拿任何的東西的 接著呢 是這個 大家不覺得這個形狀很像一個穿西裝的小男孩嗎 我自己是覺得蠻像的 可是這個很大的可能 他就只是一個避癌而已 其實大家還有講 這邊有一個女人的臉啊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臉啊 這就不提了 因為都有可能是避癌加解析度的關係 接著再來呢就是定下冰院那一張 就有黑影飄過的那裡 那我們準備拍照 那我們準備拍照 大家最常講的點就是 後面這裡感覺好多段黑 而且其實這樣放大看 真的也會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尾端這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往左延伸過去的 下面全部都積水 所以我們這邊是下不去 那講真的這個地方 是我當初覺得壓迫感最重的地方 接著下一張是 我們在發現照靶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到我是有嚇一跳 可是照稅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覺得蠻好笑的 欸 照靶吧 我確定剛剛真的沒有照靶 剛剛沒有照靶嗎 剛剛沒有 確定沒有照靶 確定沒有 我確定剛剛真的也沒有照靶 真的沒有 我剛剛就在這邊拍照 就是這一張 在我的脖子後面這邊 可以講一下 鴿仔西布偶的東西 都有一樣的人 就跟我說 那個是一個小男孩啊 然後虧出頭 在看之類的 我們那時候也有嚇到說 太明顯了吧 但是後來 我把它仔細研究 把它調亮 一看之後 我就吸了一個團員的耳朵 然後這是他的頭 然後這是他的身體 這一個是我覺得 蠻有趣的 沒有看清楚的人真的會嚇到 會以為那邊有東西啦 這很正常 這一次 這就是我整個照片的解析啦 那應該也會有人想說 欸 我怎麼不拿給廟祖看看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拿給他看了 我們當然要尊重人家的專業 只是說這種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是非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能全部都爛心一點 大家有自己的一些判斷努力 所以下一集呢 我會製作一些假的照片 給廟祖看看 看他能不能分出照片的真偽 但同時一樣 我們也是很尊重他啦 那我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啊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我們看你還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